我以前很肥又不是很肥 我现在是150多磅 我现在是120磅、118磅 少了差不多40磅 2013、2014年之前我比较少做运动 开始迈向三高 我最初记得4月20日 我跟了两个朋友跑12公里 我跑了3公里 由脚痛、这边痛、果肉痛 跑不到又气断 搞不定 之后就开始找教练 自己设定设计 跑跑跑跑 现在身形都瘦了 都有速度感 都有几大满足感 我除了跑步还要做健身 我一个星期做两次、三次健身 我一个星期又做两次太极 一个星期一次单车 我自己习惯就是通常是12点、1点、1点、9 那我要做这么多 通常6点多就起床 我习惯了大概5个多、6个钟就够了 因为由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因為我不做,一做就盡量做到最好 就像我初初做生意 做的方案給客戶 怎樣令客戶解決客戶的問題 做的方案做 現在跑馬拉松也是 我們怎樣去玩 怎樣去玩,跑得快一點 自己去思索 上網查問教練 要用不同的課程去完成 握馬半馬第十名 當時都連了一年半 馬拉松45歲或以上第十名 都蠻滿足的 我想從運動之中 我是獲得很多滿足感 和成就感 正如做生意一樣 你是投入了 公司的發展 發展到現在是比較 一定的規模 你會感覺到自己是 有那種滿足感 正如現在跑步 我經常跟自己說 跑步不是同時間鬥快 是跟自己接受就可以了 我每次跑步 其實我沒有 陪客戶跟身邊的朋友比較 比較 只要跟自己比較 千萬不要跟別人比較 如果你跟別人比較 你會很辛苦 最重要是跟自己比較 你過多自己的關就贏了 我想我是擺了很多時間 在社會責任那裡 社區工作 比如照顧一些 育小社群 或者幫我們社區 搞一些活動 我們都是做一些青少年活動 在青少年的藍球比賽 96隊青少年的藍球比賽 96隊 我們會有羽毛球 比蚊波 排球 亭徑 在社區跟友好團體一起合作 就將我們的精力 是怎樣投入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社會 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希望可以做到的